来 陶穴力险记 喂 大王 你好 什么史诺女 能听到吗 能听到你说 不是 我这个手机有点问题 大王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 就是我要带孩子到大票长那边去陪读 如果租一个房子的话 我能不能把这个多出来的空的房间 然后再比如说有朋友来了 让他住一下我收点钱 或者是说我把它做成一个小的民宿 上东海岸西海岸呢 洛杉矶 洛杉矶现在民宿呢 一杆子挑翻一传人不好 但是呢 我们总结一下 很难去的好方式 就是比如说寄宿家庭 或者是也有这种 就这类型的 寄宿家庭 寄宿家庭是你在作为房东的前提下 你还在做他们的监护人 你不具备这个资格 对 你不具备这个资格 你只能做你孩子的监护人 你做不了别人的监护人 哦 那就像这种 比如说租客的话 也是比较难找 但是我是有点觉得什么 就是这个 我不懂那边的法律政策 就是我觉得这个 比如说是不是我要提前跟我的房东 要沟通好 这个房间可不可以让别人来住 而且还不能口头沟通 要不然那就发email 听起来这贼老套 但他那边确实是很受用的 因为这边有字面证据 不要口头沟通 要不然就签合同 但是我告诉你 没有几个房东会容许你做二房东的 如果他容许的话 他肯定也是把你房租给你拉高 哦 明白吧 他肯定是拉高你的房东 明白了 再一个 但是租客这东西 跟美国那地方 他不像咱咱家 很多新去的人 在租房的问题上面都吃过亏 就都以为是跟格格格家 你跑了你了 你装三里四的 就是跑了 对 跟那就是跑了你了 我看你能怎么着 明天给你电饭锅 睁眼给你电饭锅 给你帮走 你也是没招 哦 好的 因为我现在是在马来西亚 这边的话 他这个政策法规 可能不是很明确 还比较好一点 现在孩子肯定要往那边转 所以我就考虑 能不能挣点生活费什么的 你要 我实话说 如果你要是房费 就是房子生活费 还在你的考虑范围内的话 我说白了 咱家肯定也没说付到那个 也没说付到那个 就是说钱的史进华 那个地步 如果没付到那个地步的话 你上美国去读书 我告诉你 你给孩子也是挖了个巨大的坑 你也是给他挖了个巨大坑 你私利你不用想了 你上不起吧 六七万八九万 一年甚至十万的学费 你可能上不起 整理学校拼的是 上学的成绩的同时 还得拼课外 对吧 那你课外再一栽培 现在给洛杉矶孩子 一个月身上一个月孩子 花个三千块钱美金 很正常 对 你先想想 你能不能支付得了 完了 你再算 你孩子今年多大 现在十二岁 十二岁 至少还得再来十二年 才能出头 对 是 一年你连房租 再吃喝 再孩子 孩子一个月 你要再奔三千去的话 一年咱别说三万六了 就说三万吧 房租一个月 你娘俩 肯定也得 折到你头上 得将近两千 就是过得啥不是那种的 这一年就已经五万不见了 然后吃喝拉撒 七八万 一年就是 仅仅八八七八万 和人民币五六十万 再过十二年 七百万人民币 七百万人民币 扔银行里不买任何理财 计划百分之三 利息一年二十一万 你孩子毕业一年 能不能挣上二十一万 你能不能挣上二十一万 是的 先好好想想 自己好好 好的 好的大王 谢谢 拜拜 欢迎你到吉隆坡来玩 搞得不学 搞得不学 我妈 我要跟美国 你跟我说上吉隆坡玩 我可能感兴趣 我跟国内 我还差玩 有啥玩的 你说说 你跟我说说 有啥玩的 啥我没玩过 尬腰子 感谢大王 乐的回忆 我啥没玩过呀